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由阿俊 生化危機3裡面一共有56份文件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很多朋友都會找少一份 所以這條影片就跟大家找出56份文件 收集順序就會跟回最短的路線走 如果你只想知道自己漏了哪一份,你就可以拌回你覺得最齊文件的Safe林爆機之前 進來道具欄之後按R1 就可以看到自己撿了哪些文件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不用找得那麼辛苦 一開始在阿俊發完樂夢醒來就會拿到4份文件 我們就去左邊先開啟燈 這裡就可以拿到第一份吉兒的報告 接著再向左有一張照片,這是第二份,調查筆記 看完這張照片之後就再向左 這裡有一份未封的信,應該就是Jill寫的 看完這份信之後我們轉到後面 桌上就有一張同事傳來的訊息 拿完這四封就可以走 從這裡開始就是收集市區的文件 一共有21份 完了劇情之後向後走 在椅子上就有一份UBCS火藥合成紙籃 接著向上走,在這個報攤就可以拿到小布頭版 接著一直向上走,臨出地鐵站前桌面就會有這本UBCS藥草合成紙籃 第八份我們拿消防喉的時候順便進來控制室 就在這張椅子上 海德兄弟鐵道公司操作紙籃 回到滅火途中順便經過這個倉庫 裡面就有一個夾蠻可以拿到瞄準鏡 在夾蠻旁就可以拿到這份約局老闆的日記 滅火進入房間,拿到剪鉗之後就可以剪開這門的鎖鏈 推門進去之後就會觸發劇情 劇情過後我們就進去受害者旁邊就可以拿到這份訓練記錄 之後就可以推門出去變電鎖,不過出來之後我們要轉右,這裡又有一份文件 應該就是這個UBCS的隊員留下,圍書 順便開開地圖位置給大家看,不過我想大家應該都認得路 拿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向後跑 右手邊這條柱裡又有一份電器技師公會通知 第13個就來到變電鎖前面的控制室 一推門進來右手邊有個腰包 拿完之後去到後面 桌上有一份變電鎖主任的傳真 接著我們進入變電鎖前走到盡頭這個花架上面就可以拿到第14份文件 拿完之後轉左 去到變電鎖入口這裡就貼住了一張變電鎖內部備忘錄 進到你變電鎖都有一份 爬完梯上來之後 其實角落有條絲,地上有份文件 位置就在這裡 在這裡 查得的備忘錄 回地鐵站途中就順便過來玩具店 如果現在不進的話之後就進不了 推門進來之後正前方有張海報,你的查理換柳 落到下水道之後等Jill說完話,我們就可以進入安全房 在白板上有一幅地圖 接著去到下水道下層的辦公室 在這張桌上可以拿到研究助理的記錄 接著轉左,在梯上就有這個很多槍械店的發票 第21份就在下水道下層的實驗室裡面 在最裡面就會拿到一封貌似情書的書信 去完實驗室出來,我們穿過這個污水的瀑布 走到盡頭 左手邊這裡就有這個下水道工人的筆記 離開下水道之前,這個門前面有一張紙 位置就在地圖這裡 第二十四份就是跟追蹤者在天台大戰之前 這裡可以拿到延遲拆除通知 市區最後一份文件就是去完窗戶之後 穿過條小巷進入房子 我們就不要出門,上了二樓 在床上又有一份報紙 拉昆時報讀者專欄 在警署裡面一共就有六份文件 打低了變成布雷德的喪屍之後我們走回頭 這裡有一條小巷 也就是二代Leon上班的那條路線 走前多一點,右邊有間士多房 桌上就有電子郵件記件夾 進入了警署之後我們轉左 在這個箱旁邊就有一份文件 身份識別卡安全協定 進到西側的辦公室之後 這個位置就有一份嫌疑人的自白 第二十九份在暗房一進去就會看到 這一張就是內部備忘錄 進入了更衣室之後就可以撿到一份給好友的留言 警署最後一份文件就在STARS辦公室 Vesker的房間裡面 走到最裡面就會看到 關於陽管事件的報告 好,鏡頭一轉就來到市郊這個地區 一共只有兩份文件 第一份就是UBCS新武器指南 第二份就是上了地面之後走去河邊 轉左 第二張牆椅上的中樓簡介搜索 到卡羅斯去到醫院一共有十份文件 就算他撿漏了,Jill醒來之後也可以撿回 在進入地下倉庫前旁邊的書架上就有第一份 史賓室紀念醫院小冊子 起錄音機的位置 走前一點就有一份護士日記 上到二樓之後我們轉左 這個位置可以拿到地圖 接著就去左邊的資料室推門進去之後轉右 一直走進去,右手邊的書架上就有另一份文件 護士司日記 接著就過來員工休息室這裡 在右鎖的鎖卡斜對面 桌面又有一份,都是護士日記 拿完之後轉左,走到角落的門口 這裡就貼了一張管理部的備忘錄 接著就可以過來護士站 在鎖卡斜對面,左邊一點點的這張桌面上就有關於錄音帶的留言 就有關於錄音帶的留言 接著就可以走到最裡面的電腦 這份一定不會錯過 最後一份就在手術室 走到最裡面的燈箱對著位置 就有一份失物的文件 來到地下倉庫一共有三份 第一份就在打字機左邊 電梯通知 拿到2號保險師前面的房間 這裡就有三隻喪屍 在左邊的雜物上有一份員工備忘 地圖的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第16份就是上到監控室之後觸發劇情的電腦 最後10份文件就在研究所裡面 第一份就在一開始的儲物間 看完之後就會順便拿著地圖 之後上到2樓,左邊的掘頭路這裡又有一份 埃薩克格雷夫斯的日記 在疫苗合成儀器左邊的床上有一份 關於疫苗合成的論文 一樓很多蒼白頭顱喪屍的位置 在這張桌子上有一份運送通知 然後走樓梯上2樓 去拿培養機樣本的房間 左手邊,顯微鏡旁邊就有一份武器授權請求 第52份就在蒼白頭顱房間出來之後轉右 地圖的位置就在這裡 在前面科學家屍體下面就有一張信息 然後在枯化實驗室門口進入桌子 又有一份表達關切的文件 對戰第二形態的追蹤者前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員工休息室 出口的門旁邊有一份廢棄物處理中心的文件 最終決戰前的安全房進來之後轉左 好,架上面就會拿到這一份武器規格表 最後一份文件的位置可能大家心急爆機有機會錯誤 我自己也是 在殺死最終形態的追蹤者之後 我們是要爬梯上來轉右走 最後一份文件就是這樣放在地上 當大家收集了56份文件之後就會完成支支不眷的挑戰 雖然1000分就不是很多,但可以幫助大家了解故事 以及就會有一個概念繪畫 實驗室設備 以及模型吸血按摩的解鎖 實驗室設備就是這樣 最右邊的鉗大家一定會認得 就是要來撞飛追蹤者的大鉗 這隻就是模型吸血按摩 就這樣看他好像是用跳膝改造而成 不過很奇怪,就是他的臉是有點人樣的 轉個攻擊前的姿勢給大家看看 我會看到他其實有很多隻眼睛 以及口部結構跟人類是很相似的 最搞笑的是他的口身出來的東西,現在轉他會懂得動 56份文件就已經收集了,希望能幫到大家 之後我會做公仔的收集攻略 喜歡的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觀看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